作詞曲 林冬寶 詞曲 林冬 李宗盛 作詞 林冬 金冬 詞 林冬 李宗盛 作詞 林冬 李宗盛 曲 林冬 李宗盛 我向那彩雲一路苦追 海鷗本無心穿雨溪水 彩雲偏有一環繞徘徊 啊 高海鷗 啊 高海鷗 無論海鷗何處飛 無論海鷗何處飛 雲花彩雲雲追隨 啊 高海鷗 海鷗鋁迴骨 柔情似水 彩雷若知 只捨我騎水 盡頭海浪中 海鷗又何 風雲變色裡 彩雲成灰 啊 高彩雲 啊 高彩雲 無論彩雲何處飛 無論彩雲何處飛 雲花海鷗不用追隨 無論彩雲何處飛 啊 高彩雲 啊 高彩雲 啊 高彩雲 無論彩雲何處飛 無論彩雲何處飛 雲花海鷗 永追隨 無論彩雲何處飛 無論彩雲何處飛 雲花海鷗 啊 永追隨 今天到家裡來的這個女人 絕對不是什麼推銷員 她的言行舉止 是 處處透著暗示挑釁的味道 為什麼呢 如果 如果這瓶香水根本不是吃車買的 那麼一定是比我用力的吧 這味道為什麼會這麼熟 在什麼地方聞光 好用香水味 你不能送她 宇商 那一天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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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得了 什麼?你擦香水了? 你的鼻子可真靈啊 怎麼?你好像不太喜歡這個香水的味道 不是的,我是有點驚訝 你從來也不擦香水的 怎麼這心血來潮 哪裡來香水呢? 你送的 我送的 孫小姐是這麼告訴我的 什麼孫小姐? 你忘了 你到那個化妝品公司跟她買的香水 然後叫她送到家裡來的 你是說 這個孫小姐今天到我們家來過 是啊 而且待了很久 雨桑,你別騙了 我根本不認什麼孫小姐的 也沒有買什麼香水 現在推銷術真是無孔不入 他們總是有辦法弄到一些名冊 或者是資料什麼的 然後呢 就變一個撒有其次的故事 就闖進人家家裡來 今天用香水給你做交易 明天呢 就用其他的玩意兒 這要把戲我清楚才敢拿 不要緊 這件事情呢 就交給我的辦 待會兒在秋櫃 以後不可以隨便放得進來 另外呢 我會去那家化妝品公司 找你問一下 叫他們以後不准再來煩你 我看看到底是哪家化妝品公司 毒藥 毒藥 你怎麼知道這消水的名字 這個消水你很熟嗎 當然熟了 我曾經復責針你過 虧心第二種代理權 可是我偵破了頭 還是失去掉這個大件事 還讓我懊惱了好一陣子 你在胡我 雖然我找不出你畫裡的漏洞和破綻 可是我知道你在胡我 你別忘了 胡人哪,專動人這些把戲 我可是從小玩到大的 我得直接告訴我 這件事不對勁 施車 這個自稱孫小姐的女人 到底跟你是什麼關係 她是不是你的萬元 女人真是有捕風作影的本事 只因為一個莫名其妙女人 跑到我們家裡來了 也不知道跟你胡說八道是什麼 然後你就懷疑起我來 我一定要相信 雲仗 如果你願意相信一個陌生人 而不願意相信我的話 那我也沒有辦法 我當然不願意相信那個女人 可是她送來了這瓶香水 味道並不陌生 因為 我在你的身上 聞過相同的味道 這就是你抓的證據嗎 雲仗 這麼明白香水 只要花了幾錢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對不對? 你以為酒堂那些小姐他們用不起來 我告訴你,他們各個都是用品牌的 那你就知道了 我應酬的時候總是敷衍一下他們 身上的香水味就是這個樣子得來的 今天這個推銷員,現在選中咱們家 推銷當然也是高級品 偏偏他挑選是毒藥這種香水 我整得說是個小話 其實這也不奇怪 因為現在毒藥正在流行 你好傻 也不想想看我是廢毒藥公才娶到你的 娶了你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還會需要別人女人嗎? 聽著,以後再不准做這種無辱事 聽到沒有?聽到沒有? 聽到了嗎?你那麼用力幹什麼? 要幫我捏碎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手投資的現在正在開始回收 如果你給我出任何狀況的話 我真的會捏碎你的 今天被你害者 差點就遠不過來 羽商是個精靈鬼 玩這種馬性還是各種好手 你還蜘蛛聰明 在公公面前耍大刀 你真搞不清楚你 他精靈 怎麼去用著我慣用的香水 這下你一定得天天聞著 不想到我都不行 你幹什麼嗎你 以後不能再用毒藥 沒有 這些錢 足夠你買各種民牌香水 通通買回來 就是不准買毒藥 我不要我身上有固定香水味 可是毒藥是我最愛的香水 當初也是你送我的 我用慣了 我不要慣 好 你不聽話沒有關係 我並不是不要在你身上 沾香水儀不可 干嘛说话这么绝吗 一点亲密也不留 你想 我敢不听你的话吗 我去你家 绝对不是跟你找麻烦 我只是忍不住想看看雨伤 那个和我共同拥有一个男人的女人 到底什么样子 如此而已呀 以后我不再用毒药了 好不好 你呀 你有病啊 在大马路上出种洋相 还不快把牌子拿下来 那 那得看你要不要把我这个失误领回 我 终于笑了 你以为我喜欢出这样相了 那还不是让你给整的 现在好了 一笑百气消了 我笑是笑你的蠢相啊 其实我气消了 那 那我只好继续当我的失误了 你还好 什么 是 对 毫 Cola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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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跟著呢? 嗯 別鬧了,也不曉得誰是氣勿呢 一個星期都不打電話給我 冤枉啊 我一禮拜前打了電話,你全聚一聽 弄得我都不敢打了 我怕你覺得我這個人很煩 我不知道,這次你生氣讓我很緊張啊 我在想,是時候那天開的玩笑 讓你生這麼大的氣 是不是因為,你認為我們之間更不到那個程度 所以你才那麼排斥 才不是呢 不是嗎 如果,如果他換一種口氣的話 那我就不會那麼生氣了 還在那傻笑呢,是時候在跟我吃醋,在排擠我啊 你還笑得出來 快你上次還把我潛意識分析得頭頭是道 同樣道理,不是也可以解釋試測 為什麼會把話說得那麼過火嗎?對不對 我想你保證,他絕對沒有惡意 只是他還不習慣你而已嗎 那萬一,他一直都不習慣呢 他不習慣我習慣啊 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把你給領回去 那我呢,你怎麼說 我啊,離你回家吃飯去 會 chorus 你們想去喝飯去 滴雪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原来是瑜伽未来的 不准说啊 女婿 不准夹外说啊 我要叫 女儿总算微笑了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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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莫怀 莫怀 你想到哪儿去啊 我是奉了总编辑之秘 特地来你家作证 跑监督你去报社上班啊 崔薇我 要是交不了菜啊 回去我这个实习记者也别想干了 所以啊 最好待在我的视线之内 别害我啊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我要回房去 喂 谁跟你开玩笑 好 我告诉你 我要回房去 因为我不想在这里扫你们的信 破坏你们的欢乐气氛 这样行了吧 你逃马 你躲马 如果你一直都不敢看看一点 一直把自己借进来给玉璃 你永远永远都快乐不起来 那么不管你去哪里 你始终都会是一个最会扫兴 最会破坏气氛的人 你希望变成那样 是吗 好啊 没有人拦你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到那个时候 你身边不会有半个朋友 就连你的家人也无法忍受你 甚至你自己都受不了你自己了 对不起 于伯母 于伯伯 当着你们的面这样说木槐 请你们别接惯 我走了 你带着还没有吃过去走 木槐 是啊 没有人怪你 你说的话 我们谁都听得出来 你是为了木槐好 你是个懂事的女孩子 都是我们木槐不对 来 给于伯母一个面子 留下来吃饭 我 木槐 到我房里去 把那瓶大曲酒拿出来 待会儿我要好好尽脆威�ice杯 我要谢谢她 谢谢她帮我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 走 發什麼愣啊,快去啊 翠輝,你別走,等我拿走 翠輝,我爸媽那麼大的面子 再加上我現在的道歉,可以留住你嗎 再不然看著工作的份上 我不跟你一起走,你回報社交得了差嗎 都是你啦,氣得我都忘了這個 好啦,吃飯啦 這邊坐,小心 吃飯菜啊 我有個提議,這個週末啊,沐淮,沐豐 還有翠輝,一塊到我家去玩,怎麼樣 好啊,好啊,我沒問題 沐淮,你怎麼樣,可不可賞光 去嘛,去嘛,吃嘛 年輕人在一塊兒玩多好啊,沒把門在家裡 媽,看你急的,你放心吧 剛才翠輝的話,就像當頭棒喝,已經把我完全打醒 我確實該振作起來,快樂起來 你們看吧,我要重新活活,活得像個真正的男子漢 說得好,這才像是我們余大哥 這個週末啊,讓我們好好地去一去 拋開一切,真正地放鬆一下 由我來做東 好,一言為定 翠輝,我敬你 不敢了,余伯伯,我敬你好了 不,我一定要敬你啊 今天我實在很高興很開心 你,你隨意,我乾杯 來 余生 快去看看我的新車 看看,很棒的車子喔,我今天還買下來的 你怎麼突然買了一部新車呢 我從來就不知道你有買車的念頭 你可以先跟我商量嗎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用我的車啊 我也是這麼跟爸說的啊 可是我說破嘴,說不過爸爸 你是說,是爸鼓勵你買車的啊 其實是鼓勵的 這部車子 其實他送給我的 我沒有辦法 你沒有看到鼓勵附近 我怎麼攔都攔不住的 攔不住,所以你就收下了 不然怎麼辦呢 你要我姑爸一般免疫嗎 太太,你父親來電話了 我認為不住,我還不住 那你還沒有的 你不住 我告訴你我 你別客氣 你怎麼不住 你怎麼那麼靠面子 甚至是猶信 千萬不要為了這點小錢耿耿於懷,知道嗎? 知道了,爸,再見 瞧,我沒有騙你吧? 我沒有看看他好爸爸 你一點都不會覺得於心不安,對不對? 怎麼了?你覺得不安嗎? 這可奇怪了,你從小到大用得難道不是爸爸的錢嗎? 你幾次不安過呢? 只是你靠父母,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當然啦,所謂的伴子也包括在內,所以沒有什麼好不安的嘛 事實,你變了 你一向是那麼信心體貼,最後為別人設想的 對呀,我就是為爸爸設想 所以不得不接受那輛車子,以及五百萬的存款 五百萬?爸爸還給了你五百萬? 五百萬以為爸爸來說,不過是九能一百萬 我是為了讓他心裡好過,才收下你的 聰明如你,應該可以想像到 他那種迫不及待付出的心情 我何不成全他呢? 你吃領他了是不是? 你利用他的愛心,抓住他的弱點 你完全吃領他了是不是? 你不應該這樣了取我 照爸爸的想法,是我委屈的至尊 犧牲了自己的原則 可惜,要是你能夠看到 他知道,當時他怎麼樣苦苦地哀求我 就好了 那時候你就明白,本來說我幫他一個大媽 你不知道 當我答應接受的時候 他感動了直掉眼淚 是sa 難道這才是真正的你嗎? 你怎麼忍心去蒙遍一個那麼善良的老人呢? 你又冷靜著我 事實上也感激我在這 感激你 動動你從我的腦筋懶下來 我是住在你幸福和快樂的人 你父母对我的期望有多大,那是可想而知 他们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 为了只是交换一个希望 而我呢,真的提供希望的人 所以你应该感激我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就满足他们 而并没有打击他们 好了,不要说了 我不要听,我一个字也不要听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小姐,小姐,怎么回事 阿宝,救我,阿宝,你快救我 你把小姐怎么没有了 你欺负她了,是不是 小姐 宇昌当人家大小姐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欧太太 所以你最好搞清楚 你是在欧家 这里人家之主是我,欧世成 以后我跟宇昌讲话的时候 没有你插嘴的份,懂吗 还有记住 以后对我说话,小心你的态度 好,别跟个小姑娘似的事 一不高兴就找人告状 好,别跟个小姑娘似的事 一不高兴就找人告状 把眼睛猜着,冷静一下 把眼睛猜着,冷静一下 晚上回去看嗜好 晚上回去看嗜好 那可不算你找那张眼睛 那可不算你找那张眼睛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快勾够阿宝啊 咱们就忙了 根本就忙了 坟了 我来 我来 我要 我来 一岁 无论海鸥何处非 无论海鸥何处非 鸳花彩鱼永追随 来来来 现在啊 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鱼木盘 让我们为这个干衣杯 来 来个大手 干杯 干杯了 干杯了 十号 沐峰 我敬你们 特别是你 过去我和士舍一度是情敌的关系 陈欣对你不太友善 也排斥你追求沐峰 真是一点气度也没有 现在我郑重地道歉 而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你们 谢谢 你拿啤酒当果汁喝 待会儿你怎么醉也都不晓得 安了 在今天以前我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醉过多少次 现在是酒膽也练出来 酒量也有了 最重要的是今天不再是借酒交愁了 我知道你是不甘寂寞的 那就陪我喝一杯吧 好啊 喝啊 像你这样痴情的人啊 已经绝肿了 全世界再找不到第二个 我当然陪你喝 你错了 现在连唯一的一个也没有 因为余木槐已经脱胎换骨了 这下痴情的人是真正绝肿了 你怎么不甘呢 我不行 你们都不甘了 我不甘了 我不甘了 你喝就好不甘了 光是我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 来 我们来玩点花样 做个比赛 用嘴巴接东西吃 谁要是接不着 谁就拔酒 好 好 开了 来 好累 好累 你开再打酒 拔酒拔酒拔酒 我会玩 你先玩这个了 九处的 有什么关系模式 跟真似的 最后要跟她一贩 女孩子做裁判 我和尸牙比赛 好 你给我比赛 对啊 好 这地方再下 我们到客户去玩 好 再回去 来 来 这两个比较大了 来 来 好 玩手真 不要 来 来 孩子 跟一个 我来数三 我们就一起往上抛 好 一 二 三 三啊 你要罚酒 真差劲 罚酒 来 跟老婆 老婆 跟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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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罚酒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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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一次 我代表这位 你代表沐峰 我们再比一次 好 没问题 来 加油 沐海 加油 好 过去过去 过去过来 来 一 二 三 三 嘿 好棒 这身好棒 一 二 三 一 一 好 好 好 这只穿筒好呆哦 这一跤啊 虽然没有接着 可是被我压着了 你不看 被我压得稀巴烂 没穿筒啊 好痛 穿筒的没有 爸 你睡着了没有啊 痛不痛 没事 没事 你不看 手脚灵光的狠了 还想我没忘记要罚酒呢 是哈 你再来啊 你还是休息一下 这样喝下去真的会醉的 所以我不服气啊 为什么老是我再喝 不行 我再想个新花药 非法你喝一杯不可 好啊 来啊 来 好 我想到了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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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什么新花药 看就知道了 这回啊 比赛耐力 看谁支持了酒 谁就赢 看谁支持了酒 来吧 来吧 开始计时 好 来来 好 来来 来 看二 好 预备 好 来 开始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是哈 我告诉你啊 这个你是玩不过我的 我当兵的时候是陆战队 虽然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 但是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姜是老的辣 哥 不可以动家笑了 兵不厌诈 你还说话 会加倍费力的 待会战术失效 反而自己先挂了 不可能的 但是我来说 我严重 再说话 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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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鳳, 繼續進食 我還可以啊 現在還不到我耐力的極限啊 哥, 夠了啦 你已經贏了嘛 你繼續進食就對了 來, 加油 加油 穆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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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沒有想到這裡這麼熱鬧啊 穆鳳, 你在表演積極獨立 我看你八成像是豆瓣的攻擊, 跌倒得跑起 哥, 你有受傷啊 不 你摔疼了嗎 你好嗎 相信你們在電話裡互相虛寒溫暖的時候 絕對不只這個樣子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沒有什麼 只是點小小的警告而已 反正屬於我歐式策的 最好標動歪腦筋 哥, 你什麼時候變成粗壇子了 穆鳳跟羽山打的電話有什麼關係啊 他們都是朋友嗎 你是說 我應該放正羽山就叫朋友嗎 我又不是傻子 為什麼拿我的名譽來冒險呢 我們這社會對男人的尺度是兩極好 一個丈夫有了外遇 幾乎被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萬一戴上了綠帽子 那可就萬協不服圓面少地 所以呢 憑羽山的各種條件 我在做老公的 這麼不嚴密的防範 出口 這麼無聊的話 你怎麼說的出口 能娶到羽山是你一生最大的幸福 在結婚的時候 你不是口口聲聲說會珍惜他嗎 你真是要珍惜嗎 你根本不尊重他 你在侮辱他 哥哥, 你冷靜也好不好 我沒辦法冷靜 我把話說清楚 事實 我們兩個曾經是情敵 但那是過去的事了 我承認 我對羽山話忘情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知道 這並不是什麼羞恥 還是什麼借過人的事 我的存在 應該讓你加倍珍惜你所得到的 而不是心存猜忌 猜忌我沒必要 因為你是羽山所選擇的 我會絕對尊重這個選擇 但是你猜忌羽山 就太叫人生氣了 你擁有了他 就應該用全部的心思和精神 去愛護他 你應該連時間都不夠用 怎麼還會有功夫去懷疑去多心 我不懂 我完全不明白 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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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用骨肉體 再扮演風度絕佳 一片癡情的君子 這是發揮了淋漓禁止 當然啦 機會難逢嘛 在雨上面才能夠不大大的表現一番 是不是 哥 幹什麼 好了好了哥 你是尊重來找孟懷吵架了 我們找他打架已經算很客氣了 哥 哥 你這幹什麼 你 哥 師兄 師兄 你不是讓師兄看你的新車 帶他去多風了嗎 師兄 我們現在就去好不好 別那麼太晚 明天一早你還要上班呢 對對對 孟風 我們一塊去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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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我跟孟懷還有事 那我們就分到楊彪吧 再進 自己 好啊 正好啊 我先啊 我先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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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